這招厲害 蟒蛇招 TOMO 下一位歡迎TOMO TOMO 哈囉 大家好 TOMO 妳好 TOMO怎麼新作 射手作 TOMO是舞蹈老師 對 我現在在教MV舞 OK 那妳是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對 不是 妳已經舞蹈老師 我們這幾個爛東西 怎麼會 對啊 我們到底要跟妳說 不一樣不一樣 我們好像沒有一個人 我們沒有辦法教妳跳舞 我們是一個這個 芭蕾舞 芭蕾舞大師 我也是台藝大的 真的啊 學長好 可是妳是什麼系 我是廣電系 那妳要不要跳舞 我自己跳舞 妳是剛畢業的 我已經畢業兩年了 已經畢業兩年了 已經畢業兩年了 OK 那妳幾歲開始學舞蹈 我從三歲的時候開始學舞 學什麼舞 芭蕾舞 三歲就芭蕾舞 芭蕾舞 芭蕾舞 一般女生學舞蹈 入門都是先從芭蕾 對 因為芭蕾那個 身體會 體態 而且會 拉那個筋啦 那個伸展 每一種舞都要拉筋 好 外行 國際都要拉筋 對啊 莊蕾舞 好啦 好啦 那妳說妳成績不好 高中放棄了演藝學校 因為我就是 術科的時候是全班術學 叫我術常大叫 因為我一直教課 一直教課 一直教課 那個誰過來 這位是 沒事沒事 這壹哥在教課是不是 大大大大 對 不是就是說妳那時候是 本來想考什麼學校 中正 復興 滑崗都可以上 OK 然後來了 但是因為我 學科太差了 就是 術科都上 都上 那學科沒上 對 那就是沒上 對 所以我就沒辦法上公立學校 就放棄了 我可以上滑崗 可是 可是因為我 公車的關係 公車的關係 對 因為他還可以飛起來 對 媽媽說公車會飛起來不能去 對 中正是公立的嗎 公立的 還有另外一個是 復興 不行 然後可以上滑崗 可是因為 那時候家境沒那麼好 不是妳有去當過偶像團體練習生 我有去 然後 當練習生一段的時間 然後那時候就是 每個禮拜會演劇場 然後粉絲都是買票進來 看我們演出 然後就會 就是很熱情幫我們應援這樣 但是妳們每個禮拜 都要做不同的表演 我們三個月換一次 然後像是 一場演唱會 就是會表演十二首 一個人表演十二首 一團 一團吧 一團一團 對…一團一團 為什麼追求夢想要兩年不跟男生講話 男生有這麼臭嗎 這什麼意思啊 夢想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練習生的時候 都是早上九點就要到練習室 然後練歌中午吃飯 然後練完以後 練五到五六點吃飯 再繼續練 練完以後回宿舍 基本上就除了工作的話 真的很難跟聘系 就回去洗完澡 馬上又睡著 睡著第二天要早上九點 就一直這樣 對… 那妳們沒有去男練習室嗎 對啊 我們公司都是女生 對 都是女生 男伴女裝混進去 對 妳還會被抓嗎 又不是像聘魅妹幹嘛 就一直摸同學 欸同學 欸同學 所以那妳們 妳們在上海 它算是一種訓練班嗎 還是 不是 我們是非選進去的 就是我們進去以後 是包吃包住 然後每個月給費用 給一條錢 那妳們要負責演出 然後收錢賺錢給他們 他們分你錢 有點像這樣 然後他們會讓我們去上節目 然後就是 對 練習生 那妳最厲害的舞蹈是哪一場 目前的話是MV 好巧喔 欸 好巧 好巧喔 我很喜歡看MV舞 你們以為我想講什麼 沒事吧 是不是 那現場表演一段好不好 好 來 應援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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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招厲害 喔 喔 蟒蛇招 好厲害喔 好厲害 你看 你這段舞蹈 從第三招開始 我就認為你整個舞是 代勁 代勁 小鋼跑 好厲害 跳舞是這樣 很多人就是跳不出那個力道 是 蕭羽先生她其實她是很輕鬆做 但她的每一個power都會 點字到位的 像有些用很大力啊 你還是看不出來 所以你不得了耶 所以我們今天就這樣子 我們就拜你為師吧 哈哈 反正 他以為我們要跟你們學習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你看我們的跳舞 你應該也不收我們當學生吧 剛剛跳得好 專業 他就是會不會跳舞 專業的 他也是 厲害 不錯喔 可以 可以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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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到是不是 卡到 有到 我剛剛以為 我一開可以跟他一樣拍 OK 他就沒拉機了 要吸引嗎 但是其實TOMO看得出來 舞蹈的功力吧 有 不錯 而且我剛剛才跳一遍 他就記住了耶 馬來上就會跳 他根本就記了這兩步 他根本就記了這兩步 然後再一次根本是 他狂子 他又忙著 他在那邊蹭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沒關係 可以 可以 現在你當舞蹈老師 你還有什麼樣的夢想 我自己嘛 就是很想要當女團的成員 女團的成員 女團 還是想要 就是組團這樣 可是AKB你也太大年紀了 所以我就 只能把自己的實力掙緊 然後去 其實你可以 你可以做天王天后的那些 專屬 或者是成為這個舞蹈總監 譬如說有一個 兩人團體 一個光頭 一個長頭髮 那他們每一年 都會在尾牙的時候出來薛蘭 你就可以去幫他們伴舞 順便鑽一點 這樣你會想跳舞 我會考慮 我會考慮 差不多這種 差不多這種 好不好 好 我會考慮 不過你跳舞 真的跳得好 而且那兩年給你的訓練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 這就是你的財富 就是你最棒的東西 那你有這些東西 將近有一天 機會一來 你立刻會跳上去 不要慌 不要讓自己 失去的那種理想 而且你要保持一個年輕的心 對 人家就不會覺得你老 對啊 沒有問題 來 請坐 謝謝